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去世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的居委会网络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 给您带来的美的居委会 我是新尧 最近这段时间 多加亚科技企业 是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 内有媒体表示 科技公司的裁员潮 使得很多持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 是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根据美国移民局法 很多被裁掉的外国雇员 是有60天的时间 寻找另外一份工作 来支持他们的签证 否则将不得不离开美国 专家表示 这种不确定性 也是展露了 美国科技行业移民政策的混乱 而这些裁员 有可能会阻止技术移民来美国工作 另外 有数据显示 从20世纪90年代科技热潮 开始到2007年 科技行业的移民比例 从原先的9% 攀升至了25% 印度国民是占所有H1B申请人的74.5% 其次就是中国人了 占11.8% 另外有媒体试图与几家科技公司取得联系 想回应这则新闻的置评请求 但是却被拒绝 那在这种大环境下 信尧身边有不少从事科技行业的朋友 也表示了对自己职业的担忧 当然了 这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抱着佛系的心态 但无论如何 在不可预知的未来面前 我们还是需要未雨绸缪的 那信尧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失业之后我们应该做的几件事情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流程 具体的情况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 首先就是一旦被layoff 要调整好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理性看待事情的发生 不要给自己增加额外的心理负担 那按照法律规定 被layoff之后 H1B的持有人只有60天的宽限期 因此将termination date写的越往后 也是有利的 大家是可以通过申请unpaid来延长时间 这个是可以和HR来商量一下的 将留在工资单的时间里长一些 如果得到了HR的同意 那unpaid的时间最好是倒数的第二个月 最后一个月还在工资单上 这样的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不是很好说话的HR 会拒绝请求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稍微的态度强硬一下 然后说服HR 觉得延后字面上的终止时间是可行的 一定要记得请HR开雇佣关系证明 写清最后的termination date 那unpaid leave的事情是不要写进遣散费里的 很多时候 雇佣关系是通过paycheck来查询的 但如果申请unpaid leave延后 那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没有paycheck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时候雇佣证明就是杀手锏了 那在完成了这些之后 就是要快速的开启面试了 要精准定位 积极的去面对一切 那在大环境不好的背景下 个人的layoff绝对不是个案 不过这也意味着 有很多相同背景的人会进入到找工作的大军中 因此精准定位 优化申请流程还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时间只有短短的60天 但是在调整好心态之后 积极快速的投入到找工作的状态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即使说是顺利的得到了新的offer 也不要急着把剩下的面试取消 此前就发生过很多大厂有私offer的事情 那此外 有些朋友可能面临的情况是 短时间内确实找不到工作 但是现在回国的话 也的确没有那么容易 又或者说本人想要回国的意愿 也并不是那么强烈 那么也是可以先将身份转换成F1签证 或者是B1或者B2的旅游签证 如果是有着长期的流媒打算 也许F1签证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F1签证是需要找到一间靠谱的学校 获得offer之后再签署I20 那建议是可以在申请的时候就告知学校 准备是将F1B转换成F1身份 因为转身份是需要在课程开始的前15天通过 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和学校一起商量策划 按照申请人的时间线 加上学校的开学时间进行安排 来看一下申请哪个学期入学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比如说并不是每位H1B的持有人 都有60天的宽限期 或者说即便有 也未必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 如果说H1B签证结束少于60天的话 那么两者中汉会采取比较短的 再来就是宽限期是不能工作的 一定要申请新雇主来帮你完成H1B申请后才能工作 另外宽限期也是不可以累计的 一个人是可以多次使用60天的宽限期 不过每次使用都要隶属于同一个H1B 每获得一次授权 就获得一次60天的宽限期 在每一个授权期内 宽限期是只能使用一次的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一些 关于被layoff之后的小贴士 也只是一个比较大概的内容 因为个人的具体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 因此真正有需要的朋友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在做出更详细更全面的查询之后 来制定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方案 当然了 除了这些比较硬核的小贴士 有些内容在这里 欣扬也是想与大家来共同分享的 比如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 和不可抗力的因素被公司开除 大家也不用过多去担心 自己在失业期间的收入来源 在美国 劳工部会给一些具有符合失业保险的失业金 提供失业救济 那失业保险主要是针对一些 不是因为个人表现或者原因被公司开除 并且符合某些其他资格的工作者 那这些工作者会由美国劳工部 分配救助基金来维持日常的开销 主要是在为符合条件的人提供现金福利 大家也可以到官网上去查询一下 也许也是符合条件的 另外就是要整理好自己的 Resume和Coverletter了 那这两项工作都是需要在申请工作之前 就准备好的 那大家在准备这两样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扬长避短 尽量在有限的范围内 尽量的放大自己的优点和强项 让雇主可以在茫茫人海中 一眼就看中你 并且蔑视你 那雇主或者是人力资源部 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又或者要卡很多人的简介和信息 如果说你的简历和求职信 没有那么吸引人 那么你的材料很有可能会被忽视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敲门砖 只有敲开了那一扇门 你才有机会向他人展示 选择你的理由 那大家是可以在各种资源中 找到写他们的方法和优化的方式 虽然说大环境并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一定所有的公司都不再招聘新人 大家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身边的资源 询问一下是不是有内推的机会 那对一些人来说 准备面试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 所以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一些公司除了业务能力之外 也很注重个性方面的展示 大家可以到网上都看一些视频 或者是看其他人总结的经验 再根据自己的特点 制定一个个性化的面试 那无论如何 一个良好的心态还是最重要的 那可以预见的是 无论是不是被裁员 目前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使得很多打工人难以调节心态 那么大家可以主动去做一些缓解压力的活动 比如说可以适当的运动 那身体活动是可以让我们感觉良好 运动还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 改善情绪 让一天的烦恼消散 可以考虑散散步 慢跑 圆椅 清扫房间 骑骑自行车 拥有 举铁 或者是其他可以让动起来的任何活动 健康的饮食和避免不健康的习惯 也是缓解压力的小技巧 可以每天做一到两次的冥想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 注入平静 安宁和平衡感 对情绪健康和整体健康 都是非常有益的 那良好的幽默感 是无法治愈所有疾病 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感觉更好 可以去看一些有意思的视频 电影 书籍 或者也可以和有趣的朋友 多多交流一下 那和其他人交流 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 可以向家人 朋友 甚至还是在网上认识的网友倾诉 那参加一些群体活动 也会分散注意力 或者也可以去做一些慈善活动 又可以帮助他人 也可以去缓解自己的焦虑 那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 听些舒缓的音乐 都是可以帮助缓解压力的 如果说即使做了很多事情 内心仍然是备受煎熬 那么还是非常建议去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的 让他们从专业的角度 来帮助你舒缓压力的情绪 生活学习工作休闲娱乐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 全面的视角让您更好的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的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旧金山AM1450下图AM154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美地就与会 接下来的时间里新杨与您一起继续关注 今天美丽居委会的内容 说到年末岁尾哈 最受累的呀 绝对是我们的钱包 参加各种聚会呀 黑色星期五的剁手 又或者呢 是给家里添置点新年装饰 买各种礼物送给亲朋 总之哈 从11月的中下旬一直到12月末 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勾计 虽然说今年的经济呢 并不是很好 会克制呀很多冲动消费的行为 但是如果能在节流的基础上 在开源的话 那真的是何乐而不为 其实哈 在美国呀 还真的有些呢 可以在家就能轻松赚点小钱的方式 既不会耽误本职工作 也能有些小小的收入 那这个工作哈 就是付费问卷调查了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也来聊一聊 关于他的一些小提示吧 付费问卷调查 顾名思义 说的呀 就是填问卷就能赚钱 那这些问卷哈 通常呀都是一些企业 为了了解消费者的心理 从而呢 推出更好的产品而制定的 通常哈 这些问卷呀 是可以在问卷集合平台上找到的 我们呢 也来介绍几个平台哈 那这个平台呢 是百分之百免费的 而且呢 是最方便 最容易提现的平台 可以通过呢 谷歌呀 或者是脸书的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操作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平均每份问卷哈 可以赚到一到三美元 累积到十美元哈 就可以提现了 那比如说哈 Survy Junkie呢 平均每份问卷呢 支付一到三美元的费用 达到十美元呀 就可以提现了 这个平台呢 不会乱发骚扰email给你 而且哈还提供呀 PayPal呀 电子里卡 或者哈是银行 直接转账的支付形式 Inbox Dollars呢 这个平台主要赚钱的方式呀 就是给现金 而不是给里卡 那同时呀 除了海量问卷可以填写之外呢 用户也可以通过完成其他任务 比如说小游戏呀 查找网页 下载折扣券等方式赚钱 那每份问卷哈 平均呀 最高呢 可以赚得五美元 几满三十美元呢 就可以提现了 Pancor Research啊 这个问卷平台呢 一般哈 每份最少呀 也有三美元 一般呢 十五分钟呀 就可以完成一份问卷了 三美元哈 是可以直接提现的 另外呀 用户呢 可能还有机会 体验新的产品 不过呀 这个平台 对用户的个人数据 哈要求呢 也非常高 不是那么容易就拿到填写问卷的机会 Opining Outpost 这个平台对于新手来说算是非常友好了 很好使用 以积分的方式来兑现 可以选择PayPal或者是礼品卡 而且哈 是更加的灵活 平均呢 一份问卷可以赚得0.5美元至5美元不等 积满十美元呀 就可以提现了 5美元呢 是可以兑换礼卡的 官安Opining 这个平台哈 注册方式呢 很简单 也是以积分的方式兑现 平均呀 一千积分呢 可以兑换到1美元 积分满两万五千分呢 可以兑换成现金或者是礼卡 平均哈 每份啊 问卷调查呢 可以赚到1到5美元 主要的兑换方式呢 还是以礼卡为主的 HIRIS PO Online 那这个平台哈 它的步骤呢 会稍微的复杂一些 一旦注册成功之后呀 界面呢 还是非常的整洁 平均每份问卷调查呢 是可以赚取1美元 积满10美元之后呀 是可以换得旅卡的 或者呢 也可以进行慈善的捐献 WALU的Opinions 那这个平台哈 它呀 是隶属于一家大型的 市场调查公司 因此呢 问卷和用户的匹配度哈 要求呢 也是很高的 所以呀 用户能填写到的 问卷机会呢 也并不是很多 不过 一旦匹配成功的话 平均每份问卷呀 都可以赚到1到5美元 积累20美元呢 就可以提现离卡了 LIFE POINTS 那这个平台是 全球最大的 网红社区平台 注册平台哈 就会给你10积分 基本上呀 问卷10分钟呢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哈 不需要担心 花太多时间 在填问卷上 平均报酬呢 大概是在 0.6美元 至1美元之间 赚得20美元呀 可以兑换呢 Amazon的里卡 或者呢 是PayPal 那给大家这几个哈 赚取外快的小方法 感兴趣的朋友呢 不妨去试一试 最近这几个月呀 美国的房市呢 是略显惨淡 那在疫情期间哈 一些暴涨的地区呢 是出现了房价的明显下降 此前呀 华尔街建委呀 曾以领东将至 来形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包括全美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 西海岸的部分地区 月幅度跌幅哈 是相当大的 并且呢 是有加速下跌的态势 比如说旧金山呀 西雅图和圣地亚哥哈 是尤为明显 那就在近日哈 又有专家呢 是发出忠告 现在呀 并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因为呢 抵押贷款利率高涨 让房子呀 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 加之呢 库存紧张 房屋的销售数量哈 严重下降 根据房利美在今年10月份 进行的阅读调查显示 只有16%的人认为 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低 根据全国房地产商协会 在上个周五发布的最新报告 10月份呀 美国的房屋销售额呢 是已经连续第九个月下降 为1999年以来 最长的销售下滑趋势 然而哈 高涨的房价呢 却没有下跌的趋势 报告显示 10月份现有的房屋的销售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8.4% 较9月份呀 下降了5.9% 那美国所有地区呀 都出现了环比和同比下降 10月份哈 也是延续了从今年2月份开始的放缓趋势 同时呢 也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时呀 房市因为疫情而停滞 那抛开疫情期间 10年销售额创下自2011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呢 与此同时 上个月的房价哈 是继续攀升 那报告显示 10月份的房价中位数呢 是为379100美元 较上一年哈 是上涨了6.6% 但是呢 是低于6月份创下的 41万3800美元的峰值 那有专家表示 抵押贷款利率的攀升 让更多潜在的购房者呀 在10月份呢 是被挤出市场 因为呀 他们无力负担 当前的抵押贷款利率 那在昂贵的地区 和近年来 房价大幅上涨的市场中 这种影响哈 也是更为普遍的 那即便如此哈 也会有人呢 因为各种原因 需要买房或者是搬家 也会有人呢 在试图买房多年后 仍然是不想放弃 如果说哈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 现在也是不得不买房 专家呢 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 帮助有购房需求的人们哈 尽可能的摆脱买房的痛苦 比如说哈 现在呀 可以先贷款买房 之后哈 再做重贷 现在哈 来进行抵押贷款 也是寄希望于啊 几年内呢 利率可能会有显著下降 到时候呀 买家呢 是可以重新贷款 获得较低的利率 当然 这样做哈 也是存在风险的 那就是暂时呢 仍然必须忍受高利率 而未来的利率啊 可能也不会下降 或者说 不会下降很多 那如果说利率真的没有下降 那么有可能哈 就会陷入到困境 此外呢 重新贷款的成本哈 也可能是非常高的 通常呀 成本在贷款本金的2%至5%之间 再来哈 就是要获得可以调整利率的贷款了 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呢 是正在探索标准30年期固定利率 抵押贷款之外的选择 那根据房地美的数据 那根据房地美的数据 在10月中旬 30年期固定利率贷款的平均利率 是为7.08% 而混合可调整利率 抵押贷款的利率呢 则为6.06% 整整呢 是低了一个百分点 尽管说哈 这仍然是30年期的贷款 不过呢 这种可以调整的贷款利率哈 提供呀 一段固定时间的固定利率 通常呢 是为5年 7年 或者是10年 之后呢 利率就将重置为当前的市场利率 还有哈 就是借款人呢 可以通过支付更多的预付款 来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可以呢 是永久的 也可以呀 是暂时的 虽然说呢 永久买断会改变你在贷款期限内的利率 但是暂时买断哈 会在一段时间内呢 提供较低的利率 在暂时买断中 通常第一年的贷款利率呢 会降低两个百分点 第二年呢 会降低一个百分点 到了第三年呀 贷款呢 在剩余期限内 恢复到原来的利率 届时 也许哈 利率会更低 就可以啊 进行重贷了 那如果说 你有足够的现金买房 现在哈 也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因为呢 不仅可以避免支付高额的抵押贷款 还可以啊通过谈判呢 获得更好的价格 但是哈 现在呀 已经没有多少人 可以通过现金买房了 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中 有97%的购房者 是需要为自己的房屋 进行贷款的 那即使说 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呢 进行全现金交易 付更多的首付哈 也许啊 会减少你的抵押贷款金额 降低呢 每月的还款额 意味着呀 你可以在贷款期限内 支付更少的利息 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套房子 你也可以呢 将它出售来增加你的现金流 好了 以上呀 就是今天美地军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